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华厨房 今天是大年初六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菜式 比较齿齿的 但有些虾米 就是豆腐和杂菌一起煮的小煲 热一下锅后 加一点油 我们首先要将豆腐煎一煎 现在油又滚了 可以将豆腐放下来 一定要大火煎 这样才会金黄色 放下豆腐之后 转中火慢慢煎 最主要是一个锅 红了油够热的时候煎 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试一步 反开来另一边 已经是金黄色了 我们再将其他 转一转的位置 来四面八方煎 给耐性 你看些豆腐现在已经很漂亮了 就是这样的状态 我们就是要这样 可以用 豆腐就煎好了 那我们就 炸起它备用 那我们就不需要洗锅了 趁它还有少少油份 加上材料 下去 蒜蓉虾米爆一爆 先炸起来 那我们现在加上冬菇 先炸起来 炸起来 炸起来 因为这些菇 除了冬菇之外 全部都是新鲜的菇 非常有营养 非常有营养 很健康的一个菜式 我们煮这个 它又干少少 我们要加少少水 下去 这些菇 你兜一兜软身 给少少那么多的水 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菇 本身就有水分 它会出水 给回少少少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加上红萝卜 那我们就要配上那个颜色 还有这个菜 一定要盖一盖盖 焗一焗它才可以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加调味料 最主要呢 我们要加少少的盐 有少少的味道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给2汤匙的蠔油 它的味道呢 就是在蠔油这里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要加少少的 这个 XO醬 加1茶匙就够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盖一盖盖 焗一焗它先 好了 好了 我们要过锅了 将它放在一个小锅里 再加一些豆腐在表面上 那就 再盖盖 煮滚它先 让它吸一吸那些味道 那我们煮了几分钟之后呢 哇 滚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葱段在表面 基本上这个就大功告成了 这个这么正的豆腐煲 希望大家喜欢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煲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阿华的频道 好啊 多谢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